第四集 過完了一月農曆春節 來到了春暖花開的二月 雖然只有短短 28 天 但可是有多達 23 款遊戲要推出 原本預期的相抱大腿萊莎跳跳延到了三月 但依然有許多大作等著我們 像是讓全世界哈利波特迷 引頸期盼的 3A 大作霍格華斯的傳承 第一人稱的動作射擊遊戲 《原子之星》 Atomic Heart 慰藉全新發揮旅人的續作 《奇路旅人 2》 還有承襲 PS5 主機一貫設計風格 全新的 PSVR 2 也要在 2 月 22 日重磅推出 來看看電玩瘋的二月新作遊戲推薦吧 開春的第一款遊戲火星孤真 Deliver Us Mars 將在 2 月 2 日推出 這是由製作送給我們的月球的開發團隊帶來的全新續作 我們將來到火星接下高風險的任務 努力穿越惡劣的地形 找到來自火星的神秘求救信號來源 等在眼前的會是怎麼樣的冒險喔 以 J.K. Rowling 一手打造的魔法世界 所設計的 3A 開放世界動作 RPG 霍格華斯的傳承 《Hopwoods Lexi》 終於要在 2 月 10 日推出 遊戲以 19 世紀的霍格華斯為背景 讓我們當個魔法學徒 盡情製作魔藥 進修魔法課程 自由自在探索並發現奇妙的野獸 施展酷酷的魔法 抓好掃帚 一起來重新探索霍格華斯吧 重鬥得鬥 那重殭屍也得殭屍對吧 這款上帝視角的動作深層遊戲 創詩技 Deathcraft 主角李德將能收服殭屍 透過再陪來成為我方戰力 也能夠讓自己殭屍化來屠殺敵人 可要好好想想該如何利用這些不死軍盆喔 相隔 20 年之久傳奇系列首期一職的人氣作品 交響傳奇 Remastered 要在 2 月 16 日重新登場囉 以主角洛伊德和神子克雷特為中心 展開穿梭於兩個世界 希爾瓦蘭特跟提瑟雅拉的冒險故事 不僅完全 HD 復刻還中文化 讓我們一起在磅礡的配樂下 盡情享受由充滿個性角色交織而成的經典冒險吧 即時戰略遊戲《魔鬼戰將3》 HD Remastered 要在 Switch 推出中文版啦 我們將領導 6 名勇敢無畏的趕死隊員 深入二戰中的敵方戰線 無所畏懼地完成任務 幫助盟軍取得勝利 由 Square Enix 製作 及 Final Fantasy 音樂大成的節奏遊戲系列新作 Theaterism Final Bar Line 要在 2 月 16 日於 Switch 推出 配合節奏隨著畫面上移動的音符適時按下按鈕 就能自由穿梭在 FF 世界中 多達 385 首的歌曲裡 甚至還能夠四人線上對戰呢 EA Originals 與真三骨雙系列團隊 Omega Force 合作開發的日式和風獸力遊戲 《防野之星 Wild Hearts》 在 2 月 17 日也要盛大登場 我們將造訪東治國活用神秘的古代裝置落草 和巨大的畫獸進行刺激對抗 各位獵人們趕緊活絡一下筋骨 準備組隊修裂啦 畢竟多次開發延期 Ubisoft 旗下的經典策略遊戲《工人墨宇》 終於要在 2 月 17 日推出重啟新作 《工人墨宇新同盟 The Settlers New Allies》 這回我們需要使用更多的新工具來幫助工人做事 進而取得更好的經濟資源來擊敗對手 讓城市再度繁華 這回蘇聯贏啦 第一人稱的科幻動作 RPG 原子之星 Atomic Heart 將有別於以往的角度 帶你來到由蘇聯統治的未來世界 扮演 KGB 成員運用黑科技戰術手套 對抗如同瘋狗般的失控機器人 聽說Demo版玩起來還滿暈的 可以來挑戰看看你是不是天選之人啦 針對 PS5 開發的次世代 VR 虛擬實境裝置 PlayStation VR 2 要在 2 月 22 日推出啦 建議售價新台幣 18,880 元 搭載了 4K HDR OLED 面板 提供單眼 2000 乘 2048 解析度 90 100Hz 更新率 還有 110 度視野的畫面顯示 而搭配 PSVR 2 所推出的 PlayStation VR 2 Sense 控制器 拆左右成對設計 提供完整按鈕輸入 6 軸動態感測和紅外線光學追蹤功能 預計 PSVR 2 上市時 將會有超過 30 款遊戲可以遊玩喔 而為 PlayStation VR 2 所打造的首發作品 地平線山枝呼喚 當然也會跟著 PSVR 2 同步在 2 月 22 日推出 我們將跟著全新角色的利亞絲 以 360 度的環境 包覽地平線中的壯闊景觀 同時享受攀岩 起流範中以及弓箭狩獵的快感 人中之龍系列第三部強化版作品 人中之龍 維新集 將在 2 月 22 日推出繁體周圍版 跟著化身為新選組第三隊隊長 摘騰一的童真一碼回到京都 遊戲強化了戰鬥玩法 讓對戰更加豪邁刺激 各種默默娛樂小遊戲和高人氣的卡拉OK 也加入了不少新有素 一起重溫當年最熱血的默默男子和物語 在 2017 年發售的 PS4 遊戲 數碼寶貝世界 Next Order 這回要移植到 Switch 和 PC 平台 遊戲追加了壓低敵人強度的入門模式 以及移速比平時快 1.4 倍的跑步功能 讓我們帶著雅谷獸和加布獸 再次來到數碼世界展開冒險吧 以默默時代為背景的大人氣 遺女遊戲《魔影鬼真改靈魂怒》 將要在 2 月 23 日 於 Switch 推出中文版 還會有 Switch 版獨家追加要素 時空背景設定在新選組 和女主角千賀相遇之前 新選組誕生之際 重返動盪時代 親眼見證默默最強劍士集團 新選組的傳奇開端 有著獨特世界觀的遺女戀愛冒險遊戲 《不可逾越的紅花雙月》 將在 2 月 23 日移植到 Switch 平台 因不治之症 扶死 導致女性銳減的大路上 我們成為被囚禁在敵國的主人公 要一路體驗從敵對關係發展到戀愛情感的激烈過程 8-bit 風格迷霧偵探 Tales of the New Sea 是一款以 Cyberpunk 為背景的橫向冒險遊戲 我們將伴一位斯嘉偵探 因為意外而喚醒了乘風已久的記憶 銷身匿急多時的善惡魔再現蹤跡 我們要揭開 13 年前連環凶案 找出隱藏著的秘密與真相 模擬人生 我是大廚師 想讓我們建造並管理夢想中的餐廳 從各式菜單 採購 室內裝潢 到職員設備都要一手包辦 當然也能親自下廚 努力奪下米其林指南的獎勵吧 7 年級玩家回憶的經典遊戲 由台灣團隊打造的廖天丁 攜帶兇賊之罪 要在 2 月 23 日登上 Switch 以及 PS4、PS5 平台啦 遊戲結合了真實歷史和鄉野傳說 讓我們用短刀和拳法 並借用敵人的武器 或靈活線的展現廖天丁的本事 如此優質的國產佳作登上佳績 想必是要支持一下的吧 戰錘暴力橄欖球 3 有 12 個不同屬性的種族可以選擇 我們要安排球員的位置來阻止對手前進 究竟要閃開還是直接踩扁對手 就看誰更暴力囉 結合動作、戰術和策略思考的老牌即時戰略遊戲新作 英雄連隊 3 在多次測試後 終於要在 2 月 23 日正式推出 在全新的動態戰役地圖下 考驗著我們運籌帷幄的能力 步步為營奪取資源 確立後勤、補給路線 同領陸海空拿下最終勝利 Switch 多人冒險作品又多一款了 在 2011 年推出的新之卡比 Wii 將脫胎換骨登上Switch 在 2 月 24 日發售的新之卡比 Wii 豪華版 最多可以四人一起協力挑戰 利用卡比豐富的吸收複製能力闖過重重關卡 收錄了超多有趣的小遊戲 可愛又好玩喔 全新的大地、全新的旅人 以 HD 2D 技術打造既復古又前衛的全新續作 齊路旅人 2 要在 2 月 24 日餘多平台推出啦 這回有全新的職業 還有地圖指令以及日夜變化等全新要素 再加上由主角們共同行動推進的協力故事 想必一定會是一趟令人難以忘懷的旅程 最後在 2 月 28 日發售的是以第三人稱打造的科幻冒險射擊遊戲 Scar's Above 傷痕累累 我們被丟到充滿危險的外星球上 要試圖透過裝置分析環境 利用獲取的知識來製作元素武器 好解開古老外星文明的神秘面紗 遊戲也有釋出 Demo 版本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先下載試試看喔 以上就是電玩瘋精選 2 月值得期待要推出的 23 款遊戲 哇 這個月真的是超多遊戲超豐富的 哪一款是你一定會玩的呢 是霍格華茲的傳承 交響神奇 Remastered 狂野之星 或是想試試新科技 PlayStation VR 2 呢 歡迎留言給我們知道 看到有想要入手的遊戲 也可以到巴哈商城去逛逛 底下的影片說明處都有幫你貼心的放上連結囉 喜歡我們的整理影片就請訂閱頻道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